來玩這款遊戲 森林守衛隊 放置型塔房 這幾天好多放置RPG喔 那這一款 放置型塔房 企圖引引全世界的潮流 一開始就經歷不足了 欸他會自動攻擊喔 支援攻擊 點擊畫面 有看到有上往下 流星鍵 這個就是我點擊的 看到嗎 走上方 祝福 要不要看一下 好啦 看一下啦 好啦 這樣子可以自動支援射擊 要提升了攻擊力 我就可以穩穩的做任務了 強化 支援攻擊力 喔 還有分喔 支援攻擊 就是 手動點擊攻擊力是不是 他自動射擊的太慢了吧 技能可以開自動 喔 技能做得還不錯耶 喔 技能做得還不錯耶 喔 技能做得還不錯耶 開啟了 第二個 來 抽弓箭手 收到一個三星來 都是像素表現的啊 像素表現的啊 這樣子 配置 啊 不對 對 老鷹 跟赫好了好不好 一鍵強化 箭矢 我發現它這個點 它中間這一條啊 不應該放在那裡 它擋到了很多 擋了很多地方耶 它的系統啊 我們點擊上方關卡任務這一條 它可以往上面擺一點 往下擺是可以的 一隻石 我兩個技能 這技能好像是角色的啦 是不是 那這樣子總共可以上升六位 下面操蟲 下面操蟲 使用技能 我好想再抽喔 我再去抽好了 有沒有比較強一點的弓箭手啊 好爛喔 雞 讓狗狗街上來好了 雞跟企鵝 改變一下策略 順便開一下他們的技能 技能冷卻好長喔 BOSS來了 拉打輸出 支援攻擊力也增加一下 哎呀 棄鵝隊 好難打喔 自動修復也提升一下吧 爆擊傷害 爆擊機率 我可以提升好多喔 我可以提升好多喔 風速 自動支援射擊 這樣可以吧 輸出有 大部分變強了喔 我的輸出變強了喔 召喚箭矢 等的就是這個箭矢啊 再召喚一次 好 來配置一下 嗯 我看一下喔 三星劍 這樣子 箭矢配置以後不要強嗎 有喔 感覺箭矢配置以後變強了喔 感覺箭矢配置以後變強了喔 基本攻擊力拉起來 更是跟那個噴蟲欸 4500金彈 鑽石給得到不是很多啦 前面打人 3個出來了喔 3個我們交給誰啊 啊 我角色還是太爛了 抽啊 抽啊 再抽一次抽到破產 第一畫樹鳥 這什麼名字啊 好厲害喔 又抽到一個藍色的 一鍵強化 第一畫樹鳥 配置 箭矢 用二星劍吧 冰雪之劍 一之四十可以通關可以解鎖第四位 現在我有三位啦 消滅十五隻臭蟲 BOSS欸 DM其實都偏強 解決 任務 任務 哇這次要消滅五十隻喔 看一下轉盆能存到什麼 整體做的還算行啦 排名 排名 排名還在準備中喔 全新的遊戲嘛 商店部分 禮包 這些 去廣告 副本掃盪 無限量效果欸 無限持續 這個是去廣告的嗎 好像是喔 還有打地鼠的禮包欸 火箭飛行禮包 這個應該都是小遊戲吧 它還有附帶其他小遊戲欸 應該是副本 第一隻三十 快解鎖了啦 看一下吧 這關打完應該就解鎖了 發一下支援攻擊力 過關了 還沒過關欸 靠北打不動 增加我生命力上限 武造型 翻 떠 漫 Ted 史瑰奇 不要ifa 就不到 月光城堡 這裡有無視物理傷害啊 玩過什麼 技能傷害 看一下就不formed 狼柱 大Boss欸 可怕 I 不責點擊一下 想辦法把這隻BOSS幫忙打掉 整體就是這個樣子 做得還算是OK的啦 粉絲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